近日傳出Google有意重返中國市場 並定出一個叫做Dragonfly的計劃 為中國度新訂做一個審查版的搜索引擎 以滿足北京的要求 消息傳到慶合合 不過有外電就引述消息報道 Google行政總裁 星期四在一個公司的內部會議中說 有關的計劃仍然處於探索的初期階段 距離落實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究竟最終是否可行 仍然是未知之數 這是第一次有Google的高層 承認集團有重返中國的計劃 而另一位創辦人也強調 Google不會放棄原則 Google是在2010年 因為不滿中國政府出手監控 並且試圖hack入維權人士的Gmail戶口 而決定撤出這個市場 但時隔8年 態度180度轉變 想重返中國懷抱 近日更加與中國公司 例如騰訊和浪潮 商討合作提供雲端服務 Google的員工都很關注公司的政策轉向 早前就曾經有超過一千人聯署 批評一個遷就中國政府的審查版搜索引擎 牽涉很緊迫的道德問題 而在星期四的內部會議 員工一開始就接連發問有關問題 高層答了兩次之後就拒絕回答 只是說Google的使命是整理全球資訊 而中國的人口佔了全人類五分之一 所以Google應該好好研究 如何在中國蠟燭之餘 又繼續保持資訊透明 同時希望進入中國市場之後 能夠為當地帶來正面影響 電力坦加 norm華